现在的童装都是吊带 露背 可是有一些他们老一辈的就说 哎呀 这个裙子这么短 怎么穿 他们要比较传统一点的 我是Wendy 专门为这些五祖姑魂做童装纸衣 7月很少有人烧这些婴儿的衣服 给这些五祖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婴儿的纸衣做了 给他们穿 让他们不会感觉到冷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衣服穿 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呢 我们就是做给那些落水灵鹰啦 破胎啦 胎死腹中的孩子 没有人拜 设计design就是去Google找哦 打童装 也会去淘宝啊这些 你看有新款式的小孩子的衣服 然后自己踹着做 就是跟着潮流 每一个衣服做出来 有一些觉得说它很可爱 有一些会觉得说这个 太新潮了 各花肉各眼 可是我会在想啦 他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穿的衣服 为什么他们的衣服这么可爱 为什么我没有 我才会说改一点 我们是用普通的纸 比较可爱的 还是衣服包装纸啊这些 做好了之后带来法场 那些道士们念经 我们才会烧给他们 除了七月我们有做这个纸衣以外 十月过冬的时候 我们也有准备这些寒衣 其实他跟我们做 衣服是一样的 要剪他的膜 剪了然后你才来折 折了才来粘 我自己啊 缝衣服吗 我不会 我们庙的义工也有做一些游乐场 给那些小孩子玩 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这些东西玩 这些是木的 我们不会烧掉它 明年我们再拿出来拜 我很爱宝宝 我很乐 会觉得说没有衣服穿很可怜 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有没有穿这个衣服 不过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很好 这些义工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很完美 我们要给人家东西 我们当然是要做到最好的